罗永浩和他的元宇宙 你每天会看多久的手机 如果你看手机的时间超过了50% 那么在罗永浩的眼里 你就已经进入到元宇宙了 刚说完不相信元宇宙的罗老师 又宣布说他的下一个创业项目 竟然也是一家所谓的元宇宙公司 然后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罗老师又说了 说大多数的媒体都说 我在进军元宇宙 那是在胡说八道 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罗老师多少出了点啥问题吗 那倒没有 只是说他否定了元宇宙之后 又对元宇宙有了新的理解 还专门翻译了一个帖子 来表达他眼中的宇宙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篇帖子的观点倒真的是挺独特的 我们都会认为 元宇宙就像是电影头号玩家一样 它是一个和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空间 但这个帖子却认为元宇宙的重点 不是空间而是时间 这个帖子的意思你可以这么来理解 就是我们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数字化 比如说以前上班 你是在车间里对着机床 但是现在呢你是变成对着电脑了 比如说社交手段 以前是喝酒 那现在可能变成表情包了 现在打游戏的孩子的数量肯定会比踢足球的数量多得多 就连资产也在数字化 甚至连炫富都从豪车名表变成了游戏的皮肤 一切都在数字化 人们花在虚拟世界的时间是越来越长 要知道 以前没有电子设备的时候 我们百分之百的时间都在现实力生活 后来有了电视电脑 可能人们大概有百分之三十的时间是对着那个屏幕的 有了智能手机之后让我们有百分之五十的时间活在虚拟世界 但就算是智能手机 它也需要你从口袋里掏出来才能玩吗 但是未来一定会有公司做出非常好用的智能眼镜 它会整天挂在我们的眼睛前面 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对着屏幕的注意力就会从百分之五十的时间上升到百分之九十 这个帖子就认为元宇宙的开启 其实就是当人们花在虚拟世界的时间超过了现实世界的时候 从这一刻开始 数字世界虚拟世界就会比现实世界更具价值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那罗永浩的下一个创业项目 只要是涉及到会让人们花费时间精力的东西 那就算是一家所谓的元宇宙公司了 但是呢 其实三体的作者刘慈欣 他对于这种未来是非常悲观的 刘慈欣认为 人类的未来有两种选择 要么就是走向星际文明 要么就是常年沉浸在VR的虚拟世界中 如果说我们在走向星际文明之前 就实现了高度逼真的虚拟世界 那么这将会是人类的一场灾难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 走向星际文明和走向元宇宙部冲突 因为毕竟星辰大海 那是少数人才有机会涉足的领域 但是另一边 绝大多数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 我们的物质水平提高了之后 我们不用整天工作了 大多数人的精神需求 是需要一个场景去满足的 这种场景过去可能是打麻将踢足球 但是现在可能就变成刷短视频打王者荣耀 那么按照罗老师的帖子 如果过去人们花费在打麻将上的时间 超过了50%的话 就算是进入到了元宇宙世界的话 那现在如果我们刷短视频的时间超过了50% 那也算是率先进入到平宇宙时代了 而高度逼真的虚拟世界 只不过是把过去的精神需求的工具 给升级了而已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元宇宙 编者认为 不管元宇宙是不是未来 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智 要不断地学习知识 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想要改变命运 一定要当一个生产者 而不是沉迷在虚拟世界被眼花缭乱的碎片娱乐所绑架 变成纯粹的消费者 最终被虚拟世界吞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